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余智光 辉纳证券高级业务经理 中美为战火花开钱出 中国周一气都向128种 美国有口货品增收的关税后 对股市大量很多不稳定性的震荡 投资者都应该审慎地投资 同时都不用过分悲观 因为内地监察当局 都正式出台了在CDR试点的规则 有可能带来股市新的景象 今次介绍汇丰银行005 美国近期的拍卖债券反应都欠佳 除了加息预期升温以外 债券供应量都大增 未来加息会对银行类别的股票也有利 汇丰银行公布之后 盈利表现都有所提升 但下半年的正式差 和上半年的辩论都不大 反映本地的财款市场竞争激烈 和港元的擦息升幅滞后 或者会抵消部分加息带来好的效果 可以趁低收集 都发现75.6有一个联口位需要补 如果突破78元的税位 下个短期目标价可以定接近82元 相反如果跌穿了72元 要考虑尽快止损 今天介绍是如此 多谢各位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余志光为证监会持牌人 截至本评论发表日为止 本人及有联系者 并未持有全部及证券之所有相关财务权益